原警用警車當初拒檢轎車的去路 拔牆合斥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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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轎車被警槍指著 車上兩人也嚇到了 緩緩靠邊 搖下車窗 撞車 來 車上兩名男子被原警拖下車 當街壓制剛剛還一度想踩油門落跑 你該理的吧 原警用小電腦查到兩名男子的身分 發現是一對彭信兄弟 並且在54歲的哥哥身上 搜出了海洛因針筒 上面還有殘渣 車上還有一包一公克的海洛因 難怪要逃 他剛才的旁邊 鐵要那麼多 你這樣要撞 都被撞到你知道嗎 一開始會被原警盯上 也是因為兩個人開車行駛 在台中西屯區河南路浮上巷口時 沒有開大燈 被原警攔查 請他們靠邊停 結果他們踩油門 鑽縫隙想落跑 還差點撞上原警 毒品起跑要封鑽起來 以前他都地鐵組裝扮 毒窮兄弟長帶著毒品開車上路 想逃 門都沒有 下次 TVBS新聞李宸宥 羅欣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